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五日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,庆祝4月6日的国际运动日。 当天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海归公园, 格鲁吉亚青年与体育部组织了足球、街球、柔道、武术、排球、马术等体育比赛和锻炼项目。 来自蒂比利斯的数百名各个年龄阶段的市民参加了这些比赛和运动。 来自格鲁吉亚武术协会的武术爱好者还在广场上打起了太极拳,吸引了大批民众驻足参观。 联合国2013年宣布每年的4月6日为国际运动日, 以宣传体育运动对人类和平、发展和健康事业的贡献。